12 001 001 脸色 讲完美妆立刻来讲 三巫海马台 衣服我买的很少 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入秋冬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买了也不适合在马来西亚穿啦 最主要呢是GUO这个牌子 GUO是Uniqlo旗下的一个平价品牌 目前在日本有店 台湾好像也是刚进军台湾不久 反正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去买 因为我就是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他们还有弟弟 都不太是会经常买衣服的人 我觉得应该只有我会买衣服 结果到最后我们进了这家店 每个人都有收获 可见他们真的非常适合 好就买了这些 一部分是GU的 一部分不是 首先就是这个 条纹连衣裙 然后它是Slim Card 这个好像是在冯甲夜市买的 一百九 我觉得很便宜欸 然后最重点的是 它有口袋 它有口袋 我是一个很喜欢有衣服有口袋的人 因为我每次熟 不知道要放哪里 我就会很想放口袋 很想放Pocket 就是我去上课还是什么都可以穿了 就可以出门了 格文A字裙 我给你们讲 你们绝对想像不知道这件裙子多少钱 告诉你们喔 这件才50台币欸 50台币欸 我觉得 不买真的很奇怪 所以 就买了 后面这个烫线烫得很美 看起来有点大啦 可是我还是会去修一下 我要把这个腰围改小一点 我才可以穿 我觉得有点那种 American Apro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买了 50块不买真的太荒谬了好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身上穿的这件 小丽领的 小丽领的黑色短板 黑色短板jumper 我最近还蛮喜欢小丽领 有一点点秋冬的感觉 可是没有那么的夸张 还是有景象可以看得到 然后看起来 有种景象比较长的错觉 因为一般我都觉得 我自己应该是没有景象的人 它下面这里 我穿黑色的裤子 所以你们应该看不太到 它下面这边呢 有 这个开口切口的设计 后面这里也有 所以它这一片呢 是比较小的 看起来还是很热 没有 感觉就是你在马来西亚干嘛 穿成这样子 不可能人家一定会笑你 它里面呢 不是那种有刷毛的 它里面还是算蛮透气的 我觉得ok 没有特别的热 价钱是290台币 然后这个也是在冯甲夜市买的 然后再来就是 G.U. G.U. 我只买了两件 因为大部分它们现在都是秋冬的衣服 很普通的一个 就是上学 去学校也可以穿的一件 我会喜欢穿长袖 很喜欢长袖 然后把它拉到去 这个位置 比较感觉有活力一点 看到这里是一些 直条纹的布料 然后这里呢 又是一些比较素面的布料 它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V型设计 做工还蛮不错 我觉得 就是它的车工啊 布料啊 全部算是ok啦 台币100块 100块可以买到这样子的 我觉得 真的很值得 所以 蕾丝边领 就是它领子也是蕾丝的 然后也是小粒领的 就是上面是这样子的设计 不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 好像校服有一个 角度的那种设计 它的扭扣这里呢 也是隐藏式的 我觉得做工还蛮不错的 ok的 蛮喜欢这种色衫类型 因为我想要穿的比较成熟一点 穿的比较有责任感 看起来比较 比较有脑一点 一个蓝色 很普通的蓝色小布鞋 去上课也ok的 一个鞋子 就是简简单单好看的风格 这一双才167台币 那衣服美妆类都讲了 就讲一下 比较文艺饭的东西 明信片 你们应该会觉得送明信片很无聊 有没有 可是 这个明信片一点都不无聊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看得到吧应该 你可以把它切 就剪出来 切割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拼成一个立体的物质 或是拼成立体的建筑物 因为这上面的呢 都是一些历史性的建筑物 像是什么 国富纪念馆 西门红楼 新竹车站 以前的车站的月台的样子的 然后它后面呢 就会有一些 线条 就可以跟着那个线条把它割出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拼成一个立体的模型小房子 蛤 蛮有纪念价值的 比起一般的明信片来讲的话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买一些 轻便的纪念品的朋友 又不知道买什么 可以去成品看一下 我是在成品敦南店买的 台湾展离品终于都完结了 记得看之前非常之搞笑的Bing Boozoo Challenge 还有就是我们下个星期五见啦 拜拜